有一次美的火花 烈火燎原玩家 头皮从拥还有炎然的假花 战胜花蛇的模样 光潮中生枯花 英雄国王终究是大狼逃杀 了解古人经历 探寻历史足迹 若看不懂古文 不妨听听史迹 对历史故事感兴趣的朋友 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趣闻 喜欢中国历史的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歪歌社团的中国未解之谜系列作品 好了不多说了 下面就和想方一起听听今天的历史故事吧 在上个世纪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半破遗址 通过深入研究之后 还原出了七千年前原始人类生活的状况 通过他们考察的结果来看 半破人不但可以熟练使用时 古等工具 而且在那个时候的他们 已经发明了淘气 并且那时候的工艺已经可以在淘气石器上雕刻各种各样的花纹 不仅如此 半破人还制作出了鱼叉 鱼钩和时髦等工具 半破人还掌握了建房的技术 并形成了一座座的村庄 为了以防野兽侵袭 他们还在庄外挖了全长300米 深6米宽8米的壕沟 工程量相当庞大 根据计算 假如每人每天挖2.5立方米 需要50个人挖上两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村庄内的规划也相当有讲究 不但建造了工人活动和交流的广场 所有的生活物品全都统一放在教学内归集体所有 最终再由集体发放到个人手中 为了防潮 半破人还在教学内壁抹上了一层泥 口部用植物精干编织的盖子盖住 半破人还发明了原始农业 在世界上最早培养出了素 而和黄河流域的半破人同时期的和睦渡人居住在长江流域 他们也早早地就培育了水稻 我们国家也是全世界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